我有帮忙碧 大家千万不要说 还会见到我也说 What's up 大家好啊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 腊八节 腊八节要干嘛呢 腊八节自然是要吃饭了 要还要喝腊八粥 今天我们在拍摄 拍摄的见习 我们喝多腊八粥 我跟你们说 空腹喝咖啡就是这种的情况 就你的肿会消得比较快 但是 胃口就会 眉得比较快 你昨晚做了什么梦 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个情节 就是我有超能力 我在跟超能力 就是 别的有超能力 没什么 我在和别的有超能力的人 大战 有这么一个情历 我们今天在拍什么 大家可能会好奇了 今天我们和伯彦祖老师 有一个合体拍摄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说出去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伯彦 独一无二的吴彦祖老师 和他有一个拍摄 等一下会见到吴彦祖老师 吃饱了才有精神放播了 也得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和精神面包局面对吴彦祖老师 我在演练 等一下见到吴彦祖老师 怎么跟他开场 Action 你好 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了 今天是辣叭节 你喝这个辣叭粥了吗 我今天带着辣叭粥了吗 我今天带着辣叭粥 I saw all your movies I name my name after your name and that's me with Daniel 跟他开一些什么 幽默风趣的玩笑 会让他比我有印象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in Hollywood I work in Hollywood I work in Hollywood too I saw your latest Netflix series 那时候又有朋友想说了 那时候又有朋友想说了 I know 温苏老师在哪儿 我出不去看他 可以 没问题 你好 我是吴彦祖老师 是这样的 一直以来 我都在给大家推荐一款蛋糕 它叫胡萝卜蛋糕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蛋糕 之前跟朋友们推荐的时候呢 粉丝朋友们就说 黑暗料理不好吃 你谁吃胡萝卜蛋糕 说白了 你谁谁谁谁这样谁那样 今天都没说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提前对过的 我现场是给工作人员朋友们 推荐 让他们尝一下这款蛋糕 他们现场会给到我们 最正式的反馈 我就看什么事儿 我就看这胡萝卜蛋糕 是不是真有那么难吃 我说句实话 好久没见他了 这个就是我说的 传说当中的胡萝卜蛋糕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吧 里面一块蛋糕里面 夹着一根胡萝卜 不是这样的吗 你笑啥 那你笑啥 你看好了 你凑近点来 真没有在打文告我声明啊 这个外面这一场 包括里面的夹心 就是芝士 那这个面包蟹的这个夹层里面 它当中含有微量的这个胡萝卜碎 反正这个蛋糕呢非常好吃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很甜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比较腻 这个呢就是 它甜 但是它不腻 因为它没有那么甜 然后里面呢又有胡萝卜 包括比较一般它外面的芝士其实是 你可能说啊蛋糕上面的奶油特别厚 特别甜或者怎么样 非常非常非常 这里面会有有一个口味 会有一种淡淡的肉桂的口味 来来来来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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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这个芝士盒里面蛋糕一起吃 好吃你就说好吃你就不好吃你就不好吃 就或者你敢一般就一般 好吃好吃真好吃 果然好吃 真不用刻意的配合 就是 有点雪糕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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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感觉来呀 那一般你就说一般没事 有点真实的 芝士有点腻 芝士有点腻 除了芝士有点腻外 还有什么别的口感 别的味道 好吃 还可以 真好吃的 如果说我们用一到十分来给这个蛋糕打分 我们分别打个分来 除了八分 八分 德哥 真实的一定要真实 我们我们就是真实啊 七分 七分 ok 我觉得挺好吃的 九分 九分 你别没良心啊 真的我吃都挺喜欢吃的 也很我饿 但我觉得真好吃 我真没发现到我太准备吃了真特别好 我以前早饭吃这个 每天早上就是一个这个 在路上 一杯杯咖啡 血糖也有 碳水也有 放那边直接跳舞 够够你跳到中午的 你要早上去 真不错 你看 所以我们的测评下来 我想 八分七分和九分 及格分是六分 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七分以上 甚至有两个高分 八分九分很高 所以 证明这三个高的口感一定是可以的 我不骗你们 但是你如果一直这样干吃 肯定会 你确实得喝点 就是比如说喝个苦的咖啡 或者喝个茶 中和一下那个味道 对吧 不诱人的需求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 顺利的结束一天的拍摄工作 也是在拉巴节呢 喝到拉巴粥 吃到了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到的葫芦蛋糕 非常开心非常满足 最后在这里祝大家拉巴安康快乐 谢谢大家